今天居然在山顶上课 嗯? 也不知道老师怎么想的 毕竟上面很危险 你小子每次都来这么晚 还不是怪你 把教室 听到这种地方 还敢打我 信不信我举报你 你敢 我凭什么不敢 你自己看一下四周 这些都是我的人 你要是敢反抗的话 我让他们分分钟钟 拿下你 我操武警 赶快给我滚回座位 别看你人多就可以指挥我 我只是有点累 想坐下 某人真是嘴硬 害怕还不好意思说 卧槽 还敢玩电脑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揍你 不 你绝对敢 那你还玩游戏 你们人多我不服 打不过你就直说 还非要找借口 赶快把作业捡起来 捡就捡 没中的东西 我只是怕作业在地上着凉 绝对没有耸的意思 真搞笑 真以为我没办法对付你吗 经过我的观察 这些人都是假人模特 他只是在虚伤方式 其实没什么实力 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有刀的老师 还是很可怕的 他现在肯定很生气 我们必须要逃跑了 鬼 不然等下肯定会报复我的 黑板两侧有按钮 当然那肯定是陷阱咯 密室在黑板的后面 下面有气血 要小心点 跳过去就行了 到这里就安全了 先休息一会 顺便玩会电脑 这个可恶的臭小子 真是太过分了 在这么多人保护我的情况下 还敢害我 他肯定没有跑远 先观察一下四周吧 嗯 这个是按钮 那就浅浅按一下吧 什么声音 闪电松鼠 大 马蛋 是陷阱 还会召唤苦力怕 就这小玩意 随便拿捏 下次再敢出现 看我怎么教训你 对面应该还有按钮 我就不信 还能是陷阱 直接按下去 没有事情发生 不对应该在天 还是陷阱 你们这些学生 也不知道 提醒我一下 真是大逆不道 快点告诉我 在黑板后面 哦 是吗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我只是考验一下 你们是否中心 隐藏门 应该在左边 让我先测试一下 果然在这里 右键打开隐藏门 快听是老师的声音 哈哈 他果然掉下去了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蠢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拿下了 这下他肯定非常生气 后面有两个火把门 俗话说男左女右 我们去左边吧 下面有足够的空间 火把门 不用管他 等下他自己会复原的 就在这附近 找个地方玩会游戏吧 真浮了 一不小心 就掉下去了 半线钩给他拆掉 直接跳过去吧 这下完蛋了 对自己浮了 这都能掉下去 墙上好像是钻石块 卧槽 这玩意挖下来 不就发财了吗 刚好 我的背包里带了稿子 真是天助我也 超跑大别墅 原来是用来迷惑我的 又是选择题 一天天的 真服了 这次 我不可能 先选左边 右边肯定是对的 这次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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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